我们年终法会要来做什么? 你们都知道我们华人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叫干什么呀? 你们都不知道,实际上你们经常做叫拜拜 你们经常跑这个庙拜拜,跑那个庙拜拜,在家里拜拜 过年就要拜年,你拜年拜谁呀? 实际上拜年才凸显一个拜字,就是拜拜 你拜谁呀?拜天拜地拜祖先 我们是天父地母所生 我们拜天父拜地母,拜土地拜天公 我们还要拜自己的父亲母亲的往上的历代祖先 还有过去七世的父母,以及七世父母的列祖列宗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灵体 没有今生的父母就没有我们的肉体 所以这些父母我们都应该去拜 这些列祖列宗,我们都应该在每年的年终去拜拜 所以今天把祠堂也特意给大家开了 并且年三十,我们特意给大家开祠堂 因为你们很多人家里没有设祖先牌位 那么我们在那儿设了全人类的历代祖先 新加坡国民的历代祖先 还有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世界各国的历代祖先 你是外国人也可以进去拜了 因为有世界各国的历代祖先 哪怕你的祖先没有单独请牌位给他们 也可以在那拜到自己的列祖列宗 更主要的是拜过去的七世的父母 以及他们的列祖列宗 通过这个系统你可以拜到他们 可以谢到他们 我们年三十 大年初一 这两天祠堂佛堂会给大家开放 你们家里有一些善缘不具足 所以家里没有佛堂 没有佛堂到大佛堂来拜拜 那么新加坡虽然很多地方设了佛堂 但是设的未必如法 但是你们来到这边感觉会不太一样 那么这里至少是真有诸佛菩萨的化身 分灵在的一个道场 所以供大家来拜一拜 来祭拜 所以拜年 要拜天、拜地、拜祖先、拜众神明、拜众佛菩萨、诸佛菩萨 那么长者这个系统 这是拜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还要拜谁?拜托你的 拜托这些列祖列宗帮自己 拜托神明帮自己 还要拜托冤亲债主不要找你 让你有机会去赚钱 让你轻松的能够赚到钱去还他们的债 所以这个拜字叫拜托 也是拜拜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当然年初我们还有一次年初法会 都是为了你在新的一年 有一个新的开始装置一个全新的软件 通过拜拜祖先、拜拜天地、拜拜众神明、拜拜诸佛菩萨 拜托一下冤亲债主 拜拜自己的列祖列宗 拜托他们加持自己 在后面撑着你的腰 然后撑着你的愿望都实现 这个在新年的开端是十分重要的 在年终法会我们要总结 就是这一年你是否借到了神明的力量 是否借到了祖先的力量 所以我们有一个句号 今年要画上了 那就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 我今年祭祖了、拜祖先了 我是一个孝子、贤孙 那么我今年过得不错 祖先保佑了我 祖先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做了我的后盾 列祖列宗 通过他们的DNA和我进行了联通 在眼睛看不到的96%的空间 对我伸出了援手 做了我诸多的呵护 使我遇难成祥 所有的东西都吉祥如意 我今年也拜了神明 拜了天地 拜了诸佛菩萨 诸圣者、诸位护法天众 包括土地、城隍、山神 这些空间中的各路神明 包括执年、太岁、大将军、财神 我今年都拜了 所以说我今年不错 那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年终要感恩 从心底生出一个感恩心来 所以我们今天的年终法会 有这个项目 就是拜天公、谢天公 这个年终的主要是谢恩 拜财神、谢财神 感恩财神这一年对弟子的客户 拜太岁、谢太岁 这个年终的拜是谢太岁 有的人只重视年初拜太岁 这个年终不来谢太岁 这个不够圆满 不是说不好 至少还缺了一会儿 没画上句号 善实且善成 最后有个终结嘛 终结到一年终结了 你来谢一下财神 谢一下太岁大将军 谢一下众生名 谢一下诸佛菩萨 谢一下列祖列宗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对不对 那么年初一个开始 年尾一个结束 所以这一结束了 归零了 那这个好比你今年赚了一千万 你要把它存在银行 慢慢花 不要说今年我赚了一千万 明天我都把它花光了 所以你今年这一年 借来的这些诸佛菩萨对你的加持 换成了你的顺利 换成了你的生意如意 各方面都不错 那应该画一个句号 把这些所有的不错 仓储起来存起来 不要马上的去嘚嘚嗦嗦的 把它赚到的东西都花掉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归零 不是归到什么都没有 而是归到不再丢失完整的仓储 这就好像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放到仓库里 保管起来是一样的 我们人生最大的仓库就是太虚空 还不是141年的宇宙 为什么在佛法中特别强调空性正见 强调空性的力量 实际上我们祖先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他对这个空性体验它是特别的深 所以每年年中 每月的月底 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进行归空 进行空性正见的 使用空性力 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终结掉 粉碎掉 叫粉碎虚空 这就好像一个玻璃窗 你只要敲碎一块 整个的哗啦 整个窗 玻璃都粉碎掉了 你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自己忏悔的时候产生一种力量 产生这种粉碎力 那么你历史上再多的业障 或者今年你再多的失误 再多的在深口意 三个方面造成的缺点 不应该说的话 不应该做的事 不应该动的念头 只要找到那个突破口 碎个口 然后整张玻璃 全部就粉碎掉 一粉碎掉 整个窗户就变成太虚空了 因为原来有玻璃 现在没玻璃了 这一步功夫在古代叫粉碎虚空 是利用自己的空性力做一次破坏 做什么破坏 把所有的不顺的东西都粉碎掉 让它瞬间没有了,空掉了 这个叫空性力 我们中华民族在道学上面 一样的也会借助年终来做一个归零归空 那么你如果是做了很多的善 做了很多的好事 赚到了很多钱 说老师我这样又敲破一个口我就没了 不是 你把敲破了这个口以后 你这个东西藏在哪都怕人家偷掉 对不对 藏在银行怕银行倒闭 藏在家里怕找到盗贼 带在深山怕遇到强匪 你到底把自己今生或者今年赚到的东西归到哪里去 告诉你一个最好的仓储的地方就是太虚空 你放在虚空里谁也找不着,因为太大了 所以它又是个空性力 善的空性力 是叫三轮体空的空性 就是没有我,没有我做了什么事 没有我赚了多少钱 没有我对谁做了这个事 那这叫三轮体空 瞬间把这个力量化作了整个虚空把它藏起来了 将来需要的时候 然后它又在虚空中把它聚立起来去应用 所以这个年终法会让大家做功德主 干什么 就是把一部分的你已经变成的金银珠宝 然后把它布施出去 把它还归到整个虚空中变成你的功德力